-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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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東北坦商林亞 竟然有人坐全世界最香的島 - 石頭 - 還滿香的這門票子的 - 看出去就是很妙樣的海景 - 好美喔 - 越越往後去的就是一整年 - 商機八道這邊的美麗的海灘 - 商機八道 - 美國旅遊雜誌評選為 - 東北必有的三大景點之一 - 到底它憑什麼是全世界最香的島 - 是咖啡香 是木頭香 - 還是這一味最香 - 到這裡好多 - 我們的遊史裡面 - 愛天世界茶 - 這裡有過多時間 - 我們都睡過來 - 沒想到 - 他們現在炸完 - 吃火它的肉汁還是鮮美的 - 商機八道 - 商機八道 - 玩在工作 - 愛在生活 - 全世界最香的島 - 就在商機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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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坦上尼亞 - 最大的離島 - 商機八 - 為何是全世界最香的島嶼 - 從說無憑 - 有圖有真相 - 小岳從首都山嵐港 - 達交通船 - 經過兩小時的航行 - 總算抵達了商機八 - 四處打聽之下 - 原來全世界最香的秘密 - 就藏在樹林裡 - 妳看什麼 - 她給我看的是那些 - 妳看綠綠的那些東西 - 妳看綠綠的那些東西 - 妳可以嗎 - 妳可以嗎 他说可以摘给我们看 不然 我们要摘得比较 比较吧 这是比较 比较 哦 他在指望它吗 这比较比较比较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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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商级巴岛成为 全世界最香的岛 就是因为冰箱 冰箱 冰箱 我没有想到冰箱是这么高 因为我一直以为冰箱应该是 小巧可爱听他们名字 没想到它这么高 谢谢 这个是花吗 花蕾 是 所以我们采冰箱就是要采这个吗 还是是采它的花蕾 这个是冰箱 这个吗 对 这个是冰箱 OK 所以呢 要采是这个红红的 这是还没有成熟的吗 就是刚刚长出来的生的果子 你看它只有一点点的 泛红韵这样子 然后你看打开来啊 里面它把它剥开 就看到它的那个花蕾啊 全部在里面 所以 嗅 有香味耶 Good 真的有香味 就是 像这样 对 我会嗅 有点像是 我不会形容它是香料味 它有点像有八角的味道 然后有点柳橙的味道 然后 又有点茉莉花香的味道 反正综合起来 我觉得它很香 然后淡淡的 没有很浓 没有很刺鼻 但就是淡淡的 没想到小小的丁香 让人大大的惊讶 长吉巴是全世界丁香产量最多的岛屿 所以才会被誉为 全世界最香的岛 丁香除了被拿来当做香料 陆菜外 还在医学上广泛食用 我们常用的防瘟液 家里的除臭剂 甚至每天早晚用到的牙膏 里头都有丁香的成分 长吉巴的丁香 有名到已经成为 当地必游的托尔 注意咯 丁香之旅 有几个非玩不可的重点 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五的丁香呢 都出产至上吉巴岛哦 所以呢 在上吉巴岛啊 很多的这种 丁源的乡下地方啊 有很多的小家庭呢 他们都在做这个丁香的代工 然后呢 菜干好的丁香呢 他们呢 就会把它磨成粉 像这个样子 丁香的味道真的很熟悉 你一定闻过 可是巧克力却醒了梦出来 我现在比较可以想象到的 它最接近的味道就是强味 丁香之旅的第一站 就是让你亲眼看见 丁香是如何被做出来的 简单来说 采收的丁香 经过晒干 捣碎 再研磨成粉 就算完成了 来到这种家庭代工厂 可别只是看热闹 因为产地直香最便宜 买到保证赚到 当然咯 冲击巴克是各样的丁香商品 都会集中到城里的市集贩售 想要多看多比较 来这里准备串 现在来到了一间 很可爱的小店 它其实算是 就是当店的那种家货店 JUMBO 哈喽 我看到了 好高伤害喔 有丁香 好 我让你看 好香喔 这边怎么卖的 20,000块钱 大概2万千粒 那台并是400块钱 400块钱 那你可以买到 大概五公斤的 这一家 所以如果 我可以喝这个 那我可以 我可以买 我可以 他说什么 然后他说 我本来是这样 然后喝了就可以这样 好 商岛人对丁香的推荐 让小月觉得 这个小小的 索米亚 怎么好像是神大妙药 听说到非洲旅行 人手一包丁香粉 因为它可以防瘧疾 小月我则是看上 丁香的另一个妙用 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喔 他刚刚说啊 这个可以治牙痛 就除了治肠胃啊 然后可以治牙痛 可是这怎么治牙痛 牙痛不是病 通起来要人命 丁香如何治牙痛 吃完再告诉你 这变得来像用石油的吧 这是石油工厂 会叫它 这也是炸鱼的地方 这才是没肉 在这边的炸鱼吧 都黏了 它的肺 应该都跟这边游过一样 都会是黑黑的 大鱼大肉在眼前 丁香 是 他刚刚说啊 这个可以治牙痛 可是这怎么治牙痛 刚才有一个温度要去泡的 泡的鱼 嗯 应该一杯一泡的鱼 要泡的鱼 把这个丁香 搅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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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牙哪里痛 你就可以把它抹哪里 其实就有点像是肉桂一样 肉桂好像也有 就是那种麻醉效果 是 我看看我哪一只啊 你看吗 你看看啊 好像石头喔 你看看那个粉好像没有很细 它会吃起来 就是丁香那个腸胃材的味道啊 刚刚妳要试一下 快点 我自己涂 我帮你 那个高鞋牙锅 那个高鞋牙锅是有没有 会凉的 对 拿到就凉了 对 经过这场人体实验后 丁香的确有舒缓牙痛的效果 眼看就快过年了 大鱼大肉肯定少不了 万一牙痛起来 春节期间牙科诊所又不开门 丁香粉可就成了急救妙方 仓道有千奇百怪的丁香商品 其中这一位小月之感兴趣 我还没有喝就已经闻到浓浓的丁香味 好 这个咖啡味 我闻得到咖啡的香味 但是我咖啡的香味 几乎快要被丁香那个 有点像那个腔胃材的味道给盖过去了 两种味道 一个鼻孔一个味道 然后同时吸进去的感觉 刚刚喝下去很顺耶 可是喝完之后 我的嘴巴突然一阵那个 丁香那个麻麻的感觉 然后现在又有苦味进来 这一杯真的良药苦口啊 我觉得丁香加咖啡是不错的 因为你知道咖啡本身较热 然后咖啡可能如果对胃不好 可是喝了丁香之后 丁香又可以吃肠胃 所以这样综合在一起 肠胃不好的人可以配合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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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表情看起来不是很满意 不管你喜不喜欢 强味散的丁香味 来到桑吉巴 你一定要尝尝看才不需此行 桑吉巴除了丁香有名外 木门也是这里的特产 每年数一万级的欧美客 永路商岛 就是为了来这里看门 什么样的木门那么有魅力呢 这得从山岛的第一大城 石头城开始说起 这条街道也是石头城主要的街道 是的 所以石头城我听说它有被列为世界文化一场 在五年前已经被列为文化一场 那石头城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最大的特色啊 这种标志门 其实沿路走来啊就是有很多像这样的木标门 然后有的是方的 软型的是印度的 方型的是阿拉伯市 是因为这边住了阿拉伯人 住了印度人而已 然后因为不同的人在这边 所以他们就是用门代表不同的人 已经有千年以上的石头城 是山岛最吸引人的观光景点 大批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回教移民 从西元五世纪开始陆续在此定居 本山岛注入一股与非洲大不同的中东风情 两百多年前 出单国王把印度的建筑风引进香吉巴 打到不上花的木门就成了石头城的特色 中文越公事越经济越多 那个铜钉越多就它越豪华 这样看就觉得这户文家 你看它上面有蛮漂亮的雕花 所以这户文家应该在以前就算什么座 越大的雕工越多的 门钉越多的这个铜钉来的 你说这个铜钉 为什么它会有这个铜钉呢 因为大象在印度 就以前常常通袭民房 那后来人们就做这种钉 要是大象要冲过来 碰了碰了它就回去了走了 还蛮聪明的 难怪我想说沿路有一些门 它都会有这边钉子 是 所以你说钉子越大 然后花文越多 就代表这个家越富贵 是 我觉得这门真的很漂亮 很有感觉 古色古香的 我家也是这个门 你家也是这个门 不是啊 所以丽智姐 你们家门有多少年历史了 我是新做的 新做的 现在很多人都做这种 真的吗 我以为只有就是在世界文化遗产里面 就是古迹用几百年的是这种门 所以你们现在住在这附近而已 是啊 现在流行了 变成流行了 真的 流行 管它什么防爆门还是七密窗 在商机吧 先拆走的是木门峰 可别小看这些老扣扣的木门哦 他们可是收藏人士 近于很久的梦幻艺品 尤其是旧皇宫 那扇全东北最大的门 黑市开架上千万欧元 至今人未到手 这也难怪啦 世界遗产里要是少了一片门 可是大罪啊 做这种事情一定要有门路 门路在哪里呢 我们来就对了 光阴光临 有没有看到这个门 超可爱的啦 它就是把石头城的门缩小了 然后整个放在这个地方 我旁边的就是老板 他现在正在敲的是这个大门 哎呀你 他妈妈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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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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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如果叼完整个门呢 要花多久时间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花纹的反复性 跟门大不大 因为反感觉这边很吵 其实因为我们这大马路上 马路上好像其实不只是这一家 整条街上这样一面的来跟对面 只这一条街几乎都是 做这种门的这个店家 这条路上小说也有 十来家木门工房 不只当地人盖房子要木门 观光客也跑来定做木门 运回欧美去 甚至还有古董家 要求打造跟石头城里 一模一样的复刻板 在转手牢力 猜猜看 这么一扇美轮美奂又大气的木门 要多少钱呢 这个小门呢 他的要价是大概五十元美金 妈 我身后这个大门呢 猜猜看他要多少钱 老板 这个大门啊 可以告诉我他的价钱吗 一百五十万 先令 是多少钱台币 帮我算一下一百五十万 是一千块美金耶 就大概三万块钱台币 这算贵吧 台湾一下门 不需要掉三万块啊 可是他是木雕的 这是你咒过最大的门吗 还是有更大的 他说还有更大的 有设计工构 생각을asimbe 多一对 有很多人 这个贵 最贵的门是多少钱啊 在老板这边 哇 三百五十万新铃 老板说的也是有道理啦 而且关上石头城出产这个封号 就很有争执空间 小月已经把行情问清楚咯 下次等你来到石头城 应该知道怎么喊价了吧 石头城里任何跟门有关的商品 都很畅销 是证明你曾经到此已有的最佳印记 有人形容光石头城 是巡游房骨间度假 古老的神秘氛围我感受到了 那度假的部分 当然也得去开开眼界咯 我身后这间饭店呢 它叫做桑吉巴 セレナ 听说呢 它是全石头城里面的 最高档的一间饭店哦 为什么选这间饭店呢 除了它是最高档之外呢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不管呢你在石头城里面 你是要吃饭还是要逛街 在这边都非常的方便 好啦 进去高级的地方 大家有气质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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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進來之前 算進來我就有感覺到 可能是因為木頭跟木家關係 讓我感覺很補色的地方 而且喔 你看 從這個角度看這個門的感覺 真的很阿拉伯風味耶 但是呢 看到千木雕啊 我又覺得有一點點 帶有那種印度風味還有它風味 所以這裡感覺整個就是 阿拉伯風跟印度風 整個我現在都不知道 現在我在非洲了 這間飯店啊 其實呢 它已經有大概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啦 而且呢 以前在英國殖民時期呢 它算是一個海市點 後來被印度商人買了之後呢 才感覺是這樣子的飯店喔 喔 阿拉伯風味 阿拉伯風味 哈哈哈哈 你看 好可愛喔 連花影的飲料都做得這麼可愛 喔 不愧是全石頭神最高榜的飯店 全世界最香的島 除了石頭城是世界遺產外 可別忘了桑吉巴島是個海島 曬不完的陽光 潔白純淨的海灘 是絕佳的碧寒勝地 怪不得這裡會被美國旅遊雜誌評選為 東非旅遊三大景點之一 與非洲第一高峰 接力馬扎羅山 還有動物大遷徙 一樣有名喔 這間房間比我想像的小一點 因為我一進來 你看 這張大床就幾乎占滿了 我的整間的那個房間了 但它算是平反 只要是你看它是有那種 藍白交接的這種感覺 很有那種海景風味 有地中海的味道 就有點阿拉伯的味道 你看喔 其實我覺得雖然房間啥 可是該有的都有了 電視 水果 飲料 然後我有兩扇窗戶 你看 看出去就是很漂亮的海景 而且我發現我的陽台好像很大 出去看看 好美喔 遠遠彎過去就是一整片 三三十八島這邊的美麗的海灘 然後 這個陽台怎麼可以這麼大 是L型的 大鐵穿上 等一下… 你不要先一下 太貴了 太貴了 華僑跟我講說 這邊螃蟹是最貼勵的 然後很好吃的新鮮 大概他們說一斤大概兩三千塊 穿上 所以現在呢 我們要準備上這艘船 跟雲民一起去對不對 阿卡拉交過 前起… 哇 好不好看喔 好冷喔 好冷喔 你看到那個鍋子了沒有 這個陽台怎麼可以這麼大啊 是L型的耶 你看 它都已經快比我的房間還要大了 除了就是有椅子之外 它還有一個房間 我就可以試試看 感覺好棒喔 好在那邊 然後就是欣賞著這個海景 好 你知道這個房間 一個晚上要多少錢嗎 這麼漂亮的海景套房呢 一個晚上是525美金喔 看來呢 要在世界文化一場 那邊注意玩 真的是要價不費 但是呢 它真的是一個無限美的牌子 美景雖然無價 但是荷包預算有限啊 想要露鑄石頭城 最頂級的高檔飯店 有沒有比較便宜的方式呢 小玉兒現在來到這間房間 是這裡飯店裡面啊 價格最貴的房間 它大概呢 1850元美金 為什麼這麼貴呢 其實就是你有發現 它多了一個 就是像是客廳一樣的東西啊 還有很多的隔間 然後裡面呢 才是看過房 而且外面呢 有一樣的一瘦一樣的 還可以看到牌子 其實在這邊飯店啊 它的價錢呢 是從大概300元美金 到800多塊美金不等 然後每一個房型 看你要怎麼選擇 但是呢 小玉兒建議你呢 大概每年的四五月的時間 也就是他們的雨季 半季的時候呢 再來這個地方 因為呢 聽說價格可以差到 大概一半左右喔 雖然是雨季 但是不會天天下雨 就是有人看準了這個時機 好來石頭城住一晚 過過乾癮 石頭城既然是個觀光順地 遊客多 消費選擇相對也不少 從上萬台幣 其跳的度假飯店 到一個晚上 只要10塊美金的小旅館 通通遊 槍擊吧 因為歷史背景複雜 有許多值得一遊的景點 小玉兒建議大家 不妨參加當地的mini tour 選擇有興趣的行程 保證你玩得盡興 而我呢 也選擇了一個很特別的 怎麼弄 這邊 他要我幹嘛 應該是要把這個撥開是不是 Ton B A G Polepole P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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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這個 看到了啦 先生你要到這邊來看喔 原來我們做的就是這個 就算它的骨架 然後它本來是一根還沒有接起來的 然後它做的這一根就是要這樣子把它給接在一起 它可以嗎 就是因為我把這根全部接起來 你看它這樣把它接起來 沒有任何的縫性 四眼幾乎它就直接就是 它好厲害喔 玩拼圖 然後它自己就要敲敲敲敲 敲完之後啊 這一根跟鋼那根是可以接在一起的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 光是這個龍骨只有大概十幾二十分鐘 這算是小的帆船還是大的帆船 這張標籤 但是這張標籤 這是小標籤 對 但是這張標籤特別是Ruby 你一定很納悶 小悅不去逛街 不去shopping 竟然跑來看人家照船 先別急 等我解釋完你自然就會明白 因為一千多年前 阿拉伯人就是駕著這略顯單薄的單位帆船 從阿拉伯半島前移到長吉巴 三千公里的距離相當於 從高雄滑船到日本的北海道 這單位帆船的航行能力 真有那麼強嗎 那有哪些事一定要很注意 非常仔細再三確定 譬如說 你看 他每一個都要很適合耶 OK 原來是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木頭跟木頭沒辦法 兩塊木頭沒辦法密合的時候 就要靠中間這個小小木頭 他就把它就是適合的就把它拼上去這樣子 怎麼樣 厲害吧 這樣子拼拼臭臭 敲敲打打 就是有辦法造出一條船 這種造船方式跟蘭嶼的拼板舟是一樣的 當年達悟族的祖先有辦法從菲律賓 遠渡從洋到蘭嶼 我想這單位帆船的航行能力 應該也不差才對 現在是大概下午三點半快四點 我終於等到漲潮了 你看 所以現在啊 其實平常他們漁民的出海時間 也都是這個時候 你看 船上大家都在準備了 所以現在呢 我們要準備上這艘船 跟漁民一起去 看看他們是怎麼用這個單軌帆船 每次電視上轉播帆船比賽時 總是看到一堆人手忙腳亂 緊張兮兮的 帆船不就是乘風而行 有時候要搞得像打仗一樣嗎 今天小月就要來問個明白 現在呢 我們呢 就是搭著我們的船船 然後 我們是 我覺得應該有那個 時數應該有80的感覺 很快喔 乘風破浪 很順暢 沒有很晃的感覺 其實還滿舒服的感覺 我們不要在船上 我們不要在那個車上 我們現在要去追那些 就是在補足的漁船 你看看他們 因為我們這艘船就是 載我們人那麼多之後 他們可能剛才在船上動作 應該會翻船 他現在叫他要交換 所以那個帆 現在他要換邊 我們要換邊 你們要互換手 你們要互換手 你們換到那邊去 好 快點 好 現在要趁船的船船 我們人也要跟得動 小心喔 慢一點 小心小心 小心 小心 原本以為不過就是坐船出海看風景 應該會一帆風順才對 沒想到才不過五分鐘 帆船立岸邊越來越遠 少了地形的遮蔽 風勢也越來越強 一切開始風雲變色了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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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看人過來這邊 平衡 所有人 過來這邊 那邊會轉啊 阿嬤 阿嬤 你要殺人 牽起 我這邊啊 我通靈了 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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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來了來了 好 慢慢來 大家不要慌 慢慢來 慢慢來 你不要慌 來 慢慢來 放下 我要放下 三秒五 等一下是到那邊了嗎 你慢慢來 你直接不要過來 快過來 看看我交聲音 不要交聲音 我走了 你這是什麼 拉住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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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覺得我這一段 一定像瘋狂子一樣 你知道我從這裡 我可以看得到 那個船這樣子跟這樣子 我要跟牠 擺方向 阿嬤 我真的在找 快… 快… 一針慌亂 我還是不明白 為什麼要這樣 左邊右邊拉來拉去 船長急忙解釋 因為帆船靠的是 側面的鋒利 必須在風帆 還有船座 三者取得一個平衡點 船才有辦法 以閃電般的 一回路線前進 好怕 你看我的船 超船的 你看我剛拉那個繩子 繩子這樣一刮過來 你看手刮得很壞 這個力量很大 你看 他在幹嘛 要這樣 沒有 他在幫忙平衡 手平衡 對啊 好怕 這個人們煮魚 煮魚 對 煮魚 你也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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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看起來像我去 來練石油的嘛 這是石油工廠 我會叫他說 這也是咖哩的地方 我可能沒用 我可能沒咖哩 那麼黏了 他的背應該都跟這邊 有過一樣 都被吃咖哩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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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你做好快喔 是因為風 我們其實是我們太輕了 然後我們又沒有 因為我們在這裡擋著 所以讓他們沒有辦法 好好操縫他那個繩 然後因為風向一不對 那個風繩就要換 如果來不及換的話 這艘船就會被風吹倒 剛剛真的整個已經斜到 像海盜 這是哪裡 等一下 我這樣看我追不到 那邊的漁船 我要回航了 你怎麼回航了 你怎麼回航了 他還要不要出去玩 不要啦 好可怕 不要 咖哩 我已經知道那些漁民 他們都是用山滾帆船 在這裡進去過捕魚的生活 他們平常都是用這個網子 在一個地點的地方 就網這樣灑下去 然後在這邊待一天 隔天的時候 然後再把他們煮到的漁獲再換 OK 換我們換邊 後面 換邊 不需要看到這裡 等一下我們又掉頭了 又掉頭又要進去了 我們沒有要出去了啦 有要出去了 不要啦 剛剛換上回家了啦 我好累喔 你快說帶你去奔巴掌 不 我不會 你快過去 請原諒我們 上旅程真的太精神了 本來要去捕魚了 但我覺得會有安全起見 你跟他說我們回去 單憑我們幾位工作人員的 三角貓功夫 想返航也是困難重重 畫面的速度不夠快 風帆的角度不到位 這船活像鬼打槍一樣 在海上四處亂船 好不容易風勢減弱 我們總算看見陸地了 我叫普男生 她要唱讚 誰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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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 阿拉伯 Happy birthday to 阿拉伯 我突然就在船上唱了歌 所以剛剛那些 是給阿拉伯的震撼教育吧 阿拉伯 看起來 一首生日快樂歌 讓我們有重生的喜悅 因為這趟意外的帆船之旅 實在太猛太恐怖了 自古以來 靠海的阿拉伯人 就以補儀為生 先居到商島後也不例外 海岸線充斥著海鮮料理餐廳 商島美食首推鮮美的海味 說到海鮮 小月不得不把場景 拉回到坦向尼亞的首都 南岡 因為那裡的海鮮料理方式 堪稱全東北最經典 哈囉 你好 你好 小鳳 他好像是這邊算是 也在賣魚的人 然後因為我們在這邊 這人生地不熟啊 沒有商島在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 要從哪裡逛街 所以呢 我就找到他呢 要來看看這魚食堂這邊 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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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黃後魚 感覺到好大喔 但是重點是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魚種 這是小鳳 這是小鳳 這一個是小鳳 最大 超級大 有魚 真的嗎 我們就來這裡 以臺山尼亞喜歡那魚 海中年人最愛吃的 材杓你現在知道是什麼魚嗎 是嗎 不知道咧 他說是青蹬 是韓國的 韓國的 你不知道 韓國的 三嵐港的魚市場旁邊就是碼頭 捕捞上岸的魚貨直接就地換售 更酷的是 它跟台灣的附近浴港很類似 魚市場旁邊就有專門代客料理的服務 我得宣解樣好吃的海鮮來嚐嚐 2、2、2、1 2、2、1 1萬1萬 只要是奧巴少青菜 這才是奧巴少青菜 如果沒有蔥培送 我肉就炸2千塊 特殊是這裡的 Size差那麼多 2個賣我1萬了 對嗎? 這會很刺激 但是有這麼多人喜歡 你喜歡香菇 很多人都喜歡香菇 你喜歡香菇 那是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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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欸 黃蟹來了 這就是黃蟹 這就是黃蟹 但是你選擇 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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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文好好喔 你在哪裡學的中文 我知道 很多像我這樣的人來這 那有誰嗎 你選擇哪來的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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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位小哥會說中文 就是因為這裡有很多中國人 選擇 這位小哥會說中文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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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螃蟹用炸的 欸 好吧 那你說母的 母的好 母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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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怎麼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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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支 四支 一支 一支 他在把我殺價 咧 當然 你說一支 四支 這支 這支 還活著 一支 多少錢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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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貴了 太貴了 我認識你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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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那個華僑跟我講說 這邊螃蟹是最便宜的 然後很好吃的新鮮 然後最便宜 大概他們說一斤大概兩三千塊買到 可是你知道我們這種麵包在這邊 我覺得六七千我都夠了 因為他剛剛開價一萬四 然後這個小哥說 他大家知道是六七千就可以買到了 雖然感覺好像還是比我聽到 他價錢高一點 但是至少還是便宜了一些 OK 七千 一個 八千塊錢 什麼 八千一個 六千一個 六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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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謝謝 謝謝你 你好帥 在坦上尼亞購物 交戰守著第一條 任何沒有清楚標示價格的物品 記得先從半價開始殺 買完了魚鮮 螃蟹 魚市場旁邊 就有代客料理的貼心服務 對 對 對 你知道我看什麼嗎 來… 我看到這看起來像我是來唸石油的吧 這是石油工廠 我叫他說這也是炸魚的地方 這也是炸魚的地方 沒有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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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沒有 這個魚也是那個 我們買了香菇魚吃 它太小了 你看到那個鍋子了沒有 剛剛魚就從裡面包了 這畫面真的太震撼了 這…這…這有點沒有食慾 砍上尼亞帶太料理的方式 讓人瞬目解舍 無奇抹黑的油煙看起來很恐怖 味道嚐起來卻有意外的甘甜 沒想到螃蟹炸完之後 它的肉質還是鮮美的 謝謝 謝謝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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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有問題 他們這裡我看好像沒有別的方式耶 只有那個炸魚 因為每個人都是用個油鍋 然後鍋子很大 然後他把全部魚都放進去 那我們就在這邊炸嗎 他看我們講假的 就是他… 牠要拿走 牠也要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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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把魚的食物 這是什麼 可以嗎 牠也要放進去 ık 所以2千塊的鱔魚費 然後剛剛出力於大概可能也可能大概一兩千塊 然後再加上我們買魚總共是 大概3萬 3萬這邊比的話 大概是600塊的台幣 今天這一餐 很多人會被非洲窮捕 落後的刻板印象給誤導了 事實上在非洲旅遊 物價可不比台灣低 尤其是吃的部分 差不多要三四百塊 才能打排餐 我們要檢查這個食物 OK 好美喔 多汗 這是沙拉米 沙拉米 沙拉米 應該是沙拉米 這是沙拉米 沙拉米 所以你來這裡 然後你來這裡 6個小時 6個小時 然後... 然後... 然後結束後6個小時 6個小時 5個小時 所以多多12個小時在這邊 抱歉 抱歉 我真的非常感動 因為... 這裡太多煙了 然後這裡啊 那個每一個火 那個油鍋 都是煙 整個燒過來 你們問題是OK 很快 就習慣了 操縱油鍋 好厲害 十五年了 十五年了 他們應該都跟這邊有過一樣 都被迅沛黑黑的 所以在太太說了 我不是怕給你 我不是怕 好可怕 我就好像在那種... 魔幻的地方 魔幻的地方 你知道這裡好像... 某個遊戲裡面的那個... 暗黑世界場景 Thank you 阿光的沙拉 我要先出去吧 我沒辦法 這個待客料理專區 少說也有兩三百鍋 全部都是用木材生火來炸魚 讀書一格的料理方式 讓這裡成了三嵐港知名的觀光景點 喬哥說千萬別被這煙燻焦黑的場景給嚇著了 他保證這裡炸出來的海鮮絕對夠讚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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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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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嘗嘗那個... 剛剛大蒜的螃蟹 好燙喔 這小蒜真的很厲害 對 它幫我剝好了這邊 炸的 它剛剛加了一點鹽巴 它是有幫我塗醬料啊 它有幫我塗醬的喔 沒有啊 那就是油是黑的 那就是都黑的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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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螃蟹炸完之後 它的肉質還是鮮美的 好吃 好吃耶 而且... 它有香味 就是那種... 我以為螃蟹就是清蒸就夠了 但它其實這樣炸完之後啊 它的肉質是鮮美的 然後會有吃 然後它還有一點點那種 就是油炸那種油香味 還不錯耶 不錯 很好 很好 好吃 好吃 炸螃蟹 這油炸螃蟹的味道 太出乎我意料了 彈上尼亞人 之所以習慣把海鮮拿去炸 一來是可以驅除腥味 二來是炸過之後 保存時間也比較久 油炸海鮮是大人們最愛的正餐 而當地的飯後甜點也很奇怪 吃完了我們的炸海鮮之後 他要來帶我吃另外一樣東西 是當地的特產 然後好像是說飯後甜點 這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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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斷 我不是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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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找他 我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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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鑽土啊 泥土 哇塞 這還有一根不知道什麼東西 證明這是外面泥土 吃太少了啦 吃大口一點 你過來吃 喔 你看 它吃起來像是那種 因為叫什麼 主要都紅了 就是藥粉 然後沒有味道 就是 我知道小月以前是叫蜜乳 就是過泥土 但是是濕的 泥土或馬力 跟這個很像 但它是乾的 所以我會去就滑 然後 我嘴巴裡面壓著石頭 沙沙沙沙的那種感覺 不知道啊 康康 你有味道嗎 沒有味道 吃吃看 我聞起來沒有 吃吃看 快大了 妳還會吐 我跟你講 我就加牙殼會掉 我自己煮 沒有 就在噴 我還會吃到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一瓶 為什麼要吃這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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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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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幸福可以吃這個 你吃這個嗎 我們可以吃 這是什麼 真的 健康還是... 我們可以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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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感覺好像坐月子的那個棒棒糖 就坐月子棒 只是因為泥土 我覺得可能就是不含礦物質 像之前那個我們去蜜蘆 他生了泥土 他也是 他說不吃的也很好 就是你可以補充非常多的礦物質 然後很多食物 如果食物比較 就是沒有那麼充足的話 你就吃這些東西 可以補充那些飲品 女人很美味 對 女人 每個男人都很美味 但是沒有男人 一比一 好 好 趕快來 來一口 快點 雖然你沒有懷孕 我們要補充礦物質 我們在非洲正吃了很多 就是很困養的東西 因為我們吃的餐廢有限 所以我們沒有吃什麼 每樣是泡麵 這泥土 這就是泥土而已 一個一百塊 你要吃啊 我可以幫忙買一個 有沒有人要吃我可以送他很多個 這很酷啊 而且你看這個攤販 他好像全部他是只賣一個泥土 他沒有賣其他東西 截然不同的生活習慣 沒有拉開彼此的距離 反而讓更多旅人想要一看究竟 非洲絕對值得一游 放開心胸注意安全 走多遠 看見的世界總有多大 我們請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